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後每一場都還蠻多人的 可是在這裡面很少看到爸爸媽媽願意站出來 我們以前在同志社群有一句話叫 同志出櫃了父母就入櫃了 就是父母因為小孩出櫃之後 就被塞在櫃子裡面去了 他也一樣身上有個櫃子 不然跟任何人站 其實我第一次知道我孩子是同志的時候 我其實是非常非常的自責 可是因為那時候我在上班 那白天我要上班 回到家躺著船空空 因為我孩子出櫃大概已經十幾年 十多年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沒有什麼對我 就算了 就算了